大家好!歡迎收看大喀膽賽馬頻道 今天這條影片跟大家說一說 明晚7月4日快活谷 夜菜的心水 喜歡影片記得按LIKE、SUSCRIBE頻道 再加上現金方式支持也可以 看完這條廣告片 不要非廣告也歡迎大家這樣做 明天快活谷採用C加三跑道 8場,頭場都是7.3開跑 頭場推介是第四場5號,這隻極速銀貴 這隻剛剛跑完,上星期 1000米,當時用潘頓回來 輸一個多馬位,一檔起步 跑到第三,其實1000對極速銀貴是嚴短的 還要除了眼罩上鋪 跑完一輪勵地,減了分數下來 轉回草地,其實也有作戰能力 看看什麼時候跑的正確路程 這個星期轉回1200米,應該是射程範圍 但是騎那個換了莫雷拉,就不是用潘頓 不知道這隻本身應該是等著莫雷拉 還是怎樣 這次潘頓反而同場沒有馬騎 他排著三檔,這次 對手,得隻魅力猩猩,剛剛贏了馬 其餘那些都是非常水 所以極速銀貴放在這裡排著三檔 有利到極了 C加三就不要以為是純利放的 有時候可以緊咬著前領馬 可以留一點入直路再擠一段的馬 反而優勢更加大 希望莫雷拉,剛剛星期日 最接近的頭馬數字和潘頓的距離 縮窄到三場 希望他把機會去到這些馬 也還沒贏馬,需要交代 方仔,整體頭馬數字都不是很高 希望可以在谷草爭取成績 這隻極速銀貴就是爭取成績的要角 再來第六場推介 這隻十號馬燈膽精英 這隻上次的表現 谷草就暫露頭角了 看看這條影片 知道他當時的第三 怎麼跑,有些直路發揮 是欠缺理想的 立即出集前面 安哥,大風暴,華德士 在前面,外面和道區 超好玩,壓過來賣籃 撞完才,這時候 燈膽精英守住中間的位置 這裡都跟得順暢的 二疊 叫做,不要看空了 後面最多一幅就跟著他跑 這個時候 擺完後面,幸運輕龍 前面繼續超好玩 搶過來,說得士頂住他的 安哥守住的內蘭第三 大風暴,二疊有遮擋 外面和道區,三疊 內蘭撞完才 這時候,燈膽精英 二疊三位 隨時可以推出去 開邊,上前 這裡,走出去 這時候有個洞 在這裡打算上去,沒有位置 推回到外面 跟著最多幅 又沒有位置,再走入內蘭 這時候要再移進去內蘭 才有位置上 最多幅已經在中档的跑道 已經衝得很順 賣便燈膽精英 只能夠追他第三 他明明 那條跑線 都在最多幅前面 但入直路拿位的時候 就不夠最多幅 再看一次他怎麼拿位 這裡 最多幅一出來 這裡看來看 這裡中間有位置 他打算外面沒有位置 走去 這裡 已經走虧了 走去裡面 S型 這裡 最多幅打了上來 他繼續打斜跑 在裡面衝 沒辦法 只能夠第三 連狀元才都過不了 Q也沒有了 只有第三 如果他入直路的時候 拿位比較順暢的話 就應該可以 迫近到頭馬最多幅 這次排檔繼續OK 綠檔希望可以把握到機會 趁著這隻馬 用態未退 在季尾的時間都是交代 希望繼續用利寶來發揮 這隻馬 希望摸熟了 不要再那麼笨 走位 希望可以跟得順一點 進席路早點看空 有機會 整個場 最後第七場推介 一號碼 家英之友 各位 潘頓希望 醒神一點 不要被雷神追過 繼續保持著優勢 上次十一檔 在法國A跑道的時候 都能夠跑得到第二 而那場的話 王俊騎著一隻靚子驚 扯戰扯走 在前面 帶到的 在彎位的時候 開始推上去 變成 家英之友的跑法 就相對被動了 你看到他走位 九十十二 都是進席路 和你衝 潘頓已經發揮到這隻話 極致的水準了 可以回到輸頸位 再出這次 也是不服氣的 轉方仔 還沒交代 始終馬匹在三班的水位 是相當有好處的 這次 抽到黃金一袋了 希望藉著排檔的優勢 可以到時候跟著幸運時代 雷工作那些在後面跑 舒服一點 就不用走蝕位了 始終是重磅 不能走蝕太多位置 一定要省一省 進席路 和你爆一段 就是最理想的了 希望明天科仔 有頭褲極速銀貴搞定 到最後 第七場的時候 多做V 起個漂亮 不錯了 三場深水 說過了 希望大家明天 臨場撿沙 順順利利 到這裡 就是這樣